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18号才知道这个事情 18号 对 我不相信 是不是在撒谎 是谁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女教师患癌之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新飞 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 他形容的是病情凶猛 根源很大的打击 他是对于一名叫刘灵丽的高校老师来说 病来了 倒下的不只是一座山 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2016年的8月 刘灵丽成为了一起全国性新闻事件的主角 刘灵丽身患癌症 他曾经在微博里头这样描述自己的遭遇 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 太痛苦了 我让女儿受的那个罪 真是不法想象的那个罪 究竟是什么 比癌症的折磨还要痛 可能下面我们所说的内容 您曾经在新闻上有所耳闻 因为刘灵丽的这个经历 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头成为了新闻热点 也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先来认识一下刘灵丽 她一直生活在兰州 从小在黄河边长大 2012年 刘灵丽英语专业硕士毕业 应聘来到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 当上了一名英语老师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呢 其实是一所民办的本科院校 成立于2002年 属于兰州交通大学的二级学院 反正是院长陈琳 刘灵丽呢 被分到了外语系担任讲师 这个时候的刘灵丽呢 是朝气蓬勃的 对未来充满着向往 她有体面的工作 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 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但是刘灵丽并没有意识到 她生命里最大的波折 马上就来了 2014年5月底 刘灵丽经常感觉到身体疼痛 还伴随着低烧 可是术后不久 切片结果出来了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倍感沉重的结果 001被确诊为卵巢癌 听说这个结果 刘建认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因为这已经不是这个家第一次遭遇癌症了 事实上早在2012年初 刘灵丽的父亲就被诊断出癌症 也一直在治疗 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 刘灵丽一直用开朗的笑容安慰了父母 可是命运的残酷和调诊就在于她常常会给不幸加码 让人体验最深的痛和无奈 2014年8月 刘灵丽和父母来到北京治病 为了保命 刘灵丽切除了双色卵巢 她再也不能生育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刘灵丽还是很积极的 她在微博上同时写道 我想我是坚强的 我是乐观的 我还有很多的梦想没有实现 刘灵丽之所以乐观的是因为她觉得自个有单位 有医保 哪怕这次用了不少的医药费 拿回兰州还能报销一部分 2015年1月 刘灵丽怀抱希望回到兰州继续治疗 但是她遭遇到了沉重一击 回家之后 刘灵丽突然接到了一张开除决定 她所就职的学校 把她给开除了 哎呦 接到大哭呀 她说把我开除了 她说为什么开除 我又没做到什么事情 我就得了一个病嘛 是啊 这不合适啊 按照我们国家劳动法的规定 员工患病期间 用人单位是不能开除员工的 尤其是患了癌症的人 他应该享受24个月的医疗期 期满之后还应当进行适当延长 可是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 为什么呢 这就是博恩学院和刘灵丽一直在争论的一件事了 博恩学院在文件中写道 他们开除刘灵丽的理由是长期矿工 但是刘灵丽的家人说 刘灵丽绝对不是矿工 而是请了病假 因为从生病之后 他就一直有陆续跟学校请假 刘灵丽的家人回忆 第一次请假呢 是去北京之前 他们给刘灵丽的系主任打了电话 表示要请假办个学期 在北京治疗期间 刘灵丽的男朋友就去了一趟博恩学院 替刘灵丽延长了假期 学院也批准到了10月底 在这张请假条上 有系主任和院长的签字 证明这个事大家都知情 但是争议呢 从11月开始了 大概在11月份 兰州江南大学博文学院 给灵灵丽打过一次电话 电话里说 灵灵丽请的奖 那已经满了 得虚假了 他们的回复就是 现在都在看病 看病期间 均回复就是 没有办法 他们来不了 你说虚假 要不然就是 等我们回来兰州 给你虚假行不行 那女孩说 那行吧 那就行了 刘家人觉得 他们已经和学院 打好招呼了 可是没想到 从北京回来之后 竟然就被开除了 但是学院那边呢 对于刘家人的 口头请假不认可 在学校的 我们的规定里面 它是有一个 严格的一套程序 刘灵丽的考试表显示 从11月之后 它的记录 就成了矿工的圆圈 而根据博文学院的规定 矿工时间超过15天 可以出名 原月的15号左右 因为学校的年终呢 要对教职工进行考核 那么这时候呢 就系上就提出 就说这个刘灵丽老师 一直从请假到现在半年多 没有到学校上班 那么影响 就严重的影响教学 陈灵就是学院的院长 也是签署开除文件的人 陈灵说 开除刘灵丽的决定 是当时学院主要领导 集体做出的 2015年的1月 大概1月15日左右 就形成了院长 办公会议决定 就决定就是解聘 刘灵丽老师 学院的解释嘛 听上去非常的政治正确 但是呢 就刘灵丽的病情 她确实没办法去学校 当面请假呀 难道学校不知道 她患了癌症吗 学校表示 我们还真不知情 学校指着刘灵丽 打给校方的这个请假条说 上面写的明明是盆枪炎 不是癌症 但是灵灵丽的男朋友 马上就解释了 第一次请假的时候 我们弟子调的 确实是盆枪炎 但是后来去去假的时候 可是把病例给人数看过了 他们所有东西都拿走了 然后复印了一会儿 病例是在那写着 是在那放着的 就是卵肠癌 这个病来说 他们应该都是知道了 总之吧 关于学校之前 是不是知道 刘灵丽的病情 双方说法不一 但即使之前不知道 家人从北京回来过后 学校总该知道了吧 刘灵丽的母亲 还补充了一件事 说2015年1月14号那天 也就是文件下达的前几天 她特意拿着病例去学校 为的就是证明有的病情 但是学校仍然出的处长 江雪云的态度坚决 说开除刘灵丽这个事 已经定了 一听这话 母亲觉得天都要塌下来 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医疗保障 我就给她说 我说要不然这样子吧 江处长 你把我女儿的那个医疗保险 给我买上 我把钱这部分钱 我给你行不行 她说你不要跟我说 就学校有学校 就有规章制度 不是我说了就算的 当时001母亲的朋友 王美霞也在现场 王美霞还提到了一个 让他们寒心的细节 当时身为处长的江雪云 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一句非常冰冷的话 如果江雪云真这么说了 无疑是往刘灵丽一家人的心头开枪 但是江雪云否认了这种说法 她表示自己没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她根本就没见过刘灵丽的母亲 我觉得她是不是可能记错了 我确实在这期间 没有见到这些相关人员 您确定1月14号的时候 刘灵丽的母亲没有了学会找过 我确实没见过 包括在报道中说的 这些事情见得多了 你也别哭 这句话 我肯定没有说过 她说你们从来没有去过 哎呦 真咋着 就是去了咋能没去啊 那么远的 我们又倒车了啥了的 江雪云有没有见过刘灵丽的母亲 可能每个人心里头都有自个的判断 但是这样的结果 对于刘灵丽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刚回兰州的时候 刘灵丽的病情呢 刚有起色 她戴起了假发 化了妆 起色也很好 但是被开除之后 刘灵丽的状态一落千丈 等于从高一向到那地下 出来的地下 癌症病人 你心情特别重要 刘灵丽除了感觉到委屈 更觉得恐慌 因为她的医保没了 医药费怎么办呢 刘灵丽当时呢 正在进行免疫疗法 一次就要花一万多元 没了医保 这一切就只能自费 但是刘灵丽呢 并不打算让父母 为自己扛起这一切 她做了个决定 2015年4月 刘灵丽向学院提起诉讼 她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恢复医保 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条件 就是个医保 学院拒绝了刘灵丽的请求 庭外调解失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办法官曾经和刘灵丽通过一次电话 刘灵丽的状态 给法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觉得她很绝望 在这样的状态下 刘灵丽等来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 开除文件无效 要求双方恢复劳动关系 但是刘灵丽和她的父母 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刘灵丽的病情复发了 她在肿瘤的压迫下 疼得都直不起腰来 出门都要坐轮椅 与此同时 刘家人的经济压力也更大了 买一批药值得几万块 为了治病 他们债台高筑 如果在这个时候 学院愿意执行法院的判决 恢复双方的劳动关系 相信不论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精神上 这对刘灵丽都是个安慰 但是呢 学院选择继续上诉 于是新一轮的拉锯战开始了 在病痛和经济压力的折磨下 刘灵丽主动结束了和男友的感情 但是刘灵丽并没有放弃自己 她在考虑更长远的事情 2015年10月 刘灵丽在微博上写道 当我不在了 父母也倾家荡产了 以后他们的日子怎么过 为了不拖累家人 刘灵丽摆起了地摊 每天下午进货 晚上出摊 想通过这种方式 为自己承计医药费 但是操劳加上抑郁 刘灵丽的状态越来越差了 2016年5月 二审开庭了 刘灵丽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出庭 在庭上 博文学院一再重申 他们是在刘灵丽从北京治疗回来之后 才知道他患上了癌症 于是法官就问了下面的问题 就是你们做出的开除决定 是在你们德西本案的 这个被上司人的真实病情以后 还是之前做出的 你问一下啥时候 发个短信问一下 这一幕令人感到讽刺 直到二审开庭了 校方的说法也是不尽不识 闪述其词 如果说前面的一幕令人无语的话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令人心酸了 听证过后 一直坐在庞庭席上的刘灵丽的母亲 走向法官说了几句话 刘灵丽的母亲抹着眼泪走出了法庭 她并不知道 她离开之后 对方的律师也沉默了 然后说了这样几句话 人们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但是社会的良心 任何良心为民的人在遇到这事的时候 都会做自己该做的事 2016年6月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 驳回了博文学院的上诉 维持原判 可是这个时候 林农丽已经起不来身了 林农丽的父亲说 女儿的表情很委屈 也很天真 但是想象中的慰问并没有来 林农丽的劳动关系也没有恢复 学院表示正值出假 开学以后再谈 可是林农丽已经挡过下去了 2016年8月 林农丽的癌细胞转移到了全身 生命的最后几天 林农丽像是有了预兆 给妈妈留下了这样的话 最后的日子临近 林农丽在微信里写道 我觉得好痛苦 谁能救救我 2016年8月14号 林农丽去世 林农丽的死亡 似乎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 病魔无形将它带倒了 但是它与病魔抗争的过程 又掺杂了太多的委屈不公 可能看到这儿呢 我们都明白了 林农丽为什么会写下那句话 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确实可怕 因为它突破了我们以为的常识和底线 并且就发生在教书育人的校园里 但人死如灯灭 刘灵丽的委屈和诉求 是不是也就只能就此作罢了呢 这个时候转机出现了 随着媒体的介入 刘灵丽的经历 给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一时之间 很多人都对博文学院 表达了愤怒和不景 这件事情也成了一起 辐射全国的新闻事件 许多人说呀 他们关注刘灵丽 其实就是在关注自己 因为一个社会 必须要给劳动者安全感 法律的威严 也必须得到尊重 确实这事很让人生气 但也让人难以理解 校方为什么会始终一意孤行 就是要把患了癌症的教师 从学校里开除呢 在舆论的压力下 博文学院的态度会有转变吗 西方法学界有句经典的名言 叫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绝对不会缺席 这句话放在大学教师 刘灵丽的遭遇上呢 也一样实用 刘灵丽患癌之后 被他所任教的 兰州交通大学 博文学院开除 直到去世 也没有能够恢复人事关系 但是当刘灵丽的遭遇 被媒体披露之后 博文学院做出了反应 8月20号 博文学院对人事处处长 江晓云停止检查 因为他在处理 刘灵丽事件当中 存在巴当的地方 陈灵是博文学院的院长 他解释了许多人心里的疑问 为什么学院对刘灵丽 这么绝情 一位人事处的处长 压根就没告诉过 学院领导刘灵丽患了癌症 误导他们签了开除文件 到后来这两场官司 还都被江晓云麻了下来 领导都不知情 这是真的吗 是这样的 学校就是盖章嘛 因为我也不一定 每个文件都是我盖章 他办公室就有章子嘛 说我院长 我要过问到 这么细的这个环境中 那你说学校 只会再别干别的工作 作为院长 陈灵表示 自个儿很忙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 都特别忙 一直没听说过刘灵丽的遭遇 好吧 处理了责任人 那刘灵丽这边呢 这一次呢 博文学院终于想起 自个儿该做的事了 8月22号 刘灵丽去世8天之后 博文学院做出了 恢复刘灵丽劳动关系的决定 并且表示 会一次性补发刘灵丽 幻病期间的工资和丧葬 抚恤金 7万2000元 当天晚上 学院在官网上发出了公开的导写信 学院表示 他们没有掌握真实情况 就草率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要加强管理 完善制度 学院愿意总结教训 这是好事 但说实话 这问题的根源不在管理和制度 而在于有没有人心 有没有法律意识 刘灵丽已经无法活过来了 但是对他家人的慰问和安抚 还是必须的 8月23号 博文学院的院长陈灵来到刘家 这也是他第一次跟刘灵丽的家人 当面交流 刘灵丽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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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别哭了 确实是 我现在心里也很难过 你当时确实不知道 刘灵力老师得了这个癌症 所以我们还上了院长办公会 所以我确实非常抱歉 院长排着乐泪 他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再次从身自个儿并不知情 但是这番解释并没有消除刘家人的不满 因为在这些天里 他们听说了一个说法 被学院单方面开除了 不止刘灵力一个人 事实上 在2015年1月19号那天 博文学院一共用两份文件 开除了五名教职工 刘灵力只是其中之一 据说五个人都是因为身体的疾病 才被开除的 他们的医保也同期被停掉了 记者找到了名单上的另一个人 他叫钱玉军 目前在甘阁省人力院住院 钱玉军甘灵力灵力一样 也曾经是学校教师 2014年10月 他患上了甘血管瘤 这是一种良性肿瘤 钱玉军请假在家静养了一个半月 他感觉身体恢复了 就提出回去上班 可是回去之后 他发现自个儿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2015年1月19号 钱玉军被开除了 理由是考核不合格 我当时就感觉投疯一下 我都没有想到 他们这样会给我下开除决定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会这么做 后面发生的事呢 几乎是零零力的翻版 钱玉军和学校打起了官司 两次审判之后都赢了官司 可是校方同样没有执行判决 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 这些人里头有40出头的学校司机 因为腰痛被学校开除 还有55岁的老员工 因为患过脱发性脑梗 也被开除 为什么学校要频频开除员工呢 员工们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件事 说几年前呢 曾经有个电工在工作期间去世了 为此呢 学院赔偿了一大笔钱 也就是从那之后 学院就开始组织教职工体检 如果体检出了毛病 学院就会想办法辞退 说到这儿呢 人们会想起一个词 谢莫杀驴 有所堪认 流灵力的遭遇不是个案 而是这所学院的一个传统 如果不是流灵力去世了 引发了舆论关注 只怕这种可怕的传统 还得延续下去 最终 学院表示 愿意补偿 刘灵力父母50万元 刘灵力的父亲 签下了协议 接受了赔偿 刘灵力的父母 也在第一时间 来到黄河边上 将这个消息 告诉给了刘灵力 因为刘灵力的骨灰 就散在黄河里 刘灵力的四五熊 最终以这样的方式 得到了补偿 但是这毕竟是太晚了 在签约的时候 学校的一位分管领导 还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这本来是一件 特别简单的事 他们自个都没想到 会变得这么复杂 确实这事很简单 但是校方追求的简单 和员工所追求的 显然不一样 校方在想 怎么尽可能 简单的甩掉麻烦 员工只希望 在自个儿患病的时候 校方能够简单的 依法办事 劳动者付出劳动 职业健康权 就必须得到保障 这是法律为劳动者 保障所设的底线 每一个诱人单位 都必须得遵守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 屏幕上的流浪方式 告诉给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